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敷很久 就是忘记拿下来 比如说敷到睡着啊 然后敷超过半小时 就是常见的 再来就是常常敷 我们一般建议一周一到两次就好了 天天敷啊 其实会造成皮肤的负担 再来就是说 皮肤受伤的时候也在敷 有时候脸上不舒服 你去敷面膜 反而适得其反 让皮肤又更加干扬 不舒服 所以我想这三个是蛮常见的 敷面膜的一个错误 我觉得上晒后敷面膜当然是会有一些舒适 就是像我们打完雷射有可能会敷一些面膜 可是你敷完面膜之后 你还是要涂乳液 因为它会有一些在绞食层补水的作用 当然会比较舒服一些 可是你不能忘记最后还是要把它锁水锁住 所以就是后面敷面膜是会有这些正经舒缓啊 会有这种主观的感觉 但是其实它是短暂的 你在敷完之后要再擦一些乳液 可以让这皮肤才会比较舒服 比较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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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